新港社区創新论坛到在班德友高知社 增严港的团队增大来集行 当天当时进行到農事退役 来自新港在地人数 少年人还有关心电风創新发展的朋友 总共有百多人共同来参加 未来也就要来结合到在地的生涯 还有少年人創业創新 在习新港新红华 这场论坛邀请参观合成与参加参与对位 不过行政与本家人连达合中心的 集评党许更为主讲 台湾社区創新展望 古本港特欢迎艺术总监谢东哲 分享《间隔美学》与优森荣业 与德旺商女经历许基设 对少年人观点 说他对身杠观察与其事 伦团由昆山科台商管学院副院长 吕德财主持 我们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好自己的特色 但是过去都感觉被忽略了 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找出来 再经过一个包装 然后在一个行销的管道 那我认为让年轻人留在自己的故乡 是很有希望的 经历了解 这次论坛主板团由四季红春红社器公司 德旺商女和阪桃窑文化园区 京东周行新港新团队主板 主要让行政与三个一百空八年 是台湾地区創新冠年 以新港为重所期待 特贵收尾经济 体验经济和顺患经济 創新华东 是限时向新散 新华 新台 三千一帖的目标 在团队和计划由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处复杜 未来两档在新港地方请进 明年就是行政业所推的地方创生严念 那创生主要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年轻人 不管是哪一个县市的人 能够到乡下或者是非城市的地方发展 那今天这么多有能量的人 大家聚在一起 那希望能够讨论未来新港 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部分 那包括数位经济 体验经济跟新华经济 未来应该怎么来做 那新港有很好的条件 这些条件需要有人去把它做跨裔的整合跟连接 在做这个平台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新港的一些比较隐藏版美好的事物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玩的五菜一汤 五菜一汤就是我们去古民 古民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菜园 很多温室的蔬菜 它可以现场采收 然后我们中午就用烫青菜的方式 来品尝这些美味的蔬菜 这个是在都市生活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也是希望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新港 然后发现新港的美好 主管委员表示 既然既然认识新港红天共 影响变UK UK变LUK 让外地人来进床之外 可以体验到新港建局 在所有文化 身体都减涵工业之类 能等UK停留新港观光的时间 国大观光相关生涯的经济效益 这也是新港地隔办理大型的论断华东 基盘您既在地社团地形人数共识 为新港的共生共营发展 驾动新能量 先进库叫红新刚香 蔡红伯德 感谢观看 字幕联系统 印�ственно